特首梁振营上星期二 亲日入兵高等法院 申请禁制令和司法复合 阻止梁宋恒及邮慧珍 再次宣示 亲北京的建制派议员 在法院拒绝禁制令后制造留会 让两人无法在上星期三重新宣示就任 并要求立法会主席押后再次为两人宣示 连串行动引发社会的强烈争议 法律界立法会员郭荣坑 星期日在城市论坛节目中强调 过往从未试过由特首提出司法复合 竟是港府的举措引发连串的风波 令社会在这陷入动荡分裂 也令立法会针对梁振英涉谈的调查 被迫脱后 如果我们ICACUGL不查 最后得益的只是梁振英一个人 如果我们立法会越来越乱的话 社会越来越不安的话 得益的也是梁振英一个人 唯一想到的就是 梁振英希望用这件案件 为自己制造政治筹码 是为自己连任铺路 对环球时报 大共文会等中共喉舌 不断释放要求司法的讯息 城市大学前政治学教授 郑宇硕对此反对意见 人大常委每一次释法 大律师工会都清楚说 对我们的法治来说是一个震撼 如果这次不是人大常委释法 甚至是国务院发表一个白皮书 处理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一个更大的震撼 此外 民建联 工联会等亲共组织 组成了反辱华 反港独大联盟 计划动员超过一万人 本星期三到立法会外集会 要求立法会主席梁军燕 不要再安排梁宋恒和邱惠珍进行宣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陈盘 发自香港的报道 非常好 很多人不在做 一半 白智天 也是非常好 比不比不高 预计划动员 非常好 很我们不在眼前 并不在眼前 并不在眼前 孔稚 受害到 教育 交给 消满 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